接下来呢我们来讲轮廓类的产品 然后修容粉 我今年用的最多的是彩糖 那我的这个色号呢是02号月灰青 那他们家呢其实最早是01号 01号的那个修容粉 因为那个颜色会有点偏红 其实用起来是不自然的 但是后来呢出了这个02号 它更加的偏灰一点 这个颜色那就真的是完美的颜色了 我的使用率是非常高的 那这个颜色呢不光我们可以用来做修容 你还可以用来刷鼻影 并且呢你看上面被我戳得乱七八糟的是 因为我每天都用它来刷我的眉毛 它可以用来做眉粉 所以这个是我非常喜欢它的一个功用 它是一个多效的产品啊 你用这一盘基本上去打你的轮廓 然后你连眉粉也省了 那上面呢这个比较大的这一块白色 可以去做我们的一个面中体量 那这个粉呢它和毛哥平老师的那个粉 是不太一样的 毛哥平的这个粉呢其实我也选出来 这高光粉饼两者我都很喜欢 那么我说一下它的区别 它看起来都是白色 对不对 彩糖的这个颜色 它会更偏米黄色 然后毛哥平的这一盘 它会带有一点点的微粉色 能看出一点点的差别对吧 所以由于它本身色相的一个差异 彩糖的这一盒呢 它用起来是更加的自然的 也就是说它提亮的效果 其实不像毛哥平的那一盘 那么的明显 那这一盘我推荐给什么人用呢 首先你肤色没有非常白 自然肤色的人 如果说你用毛哥平的那个产品 你会显得很突兀 刷的这两边真的就是两道白色 就不好看啊 因为它和你的肤色相距太远 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肤色的一个色阶 色调去选择适当的这个产品啊 尤其是我们这种面部提亮的产品 它使用的面积 其实也不算小 也算比较有存在感的一个产品 所以一定要去选和自己肤色相对贴近的 这一款更接近自然肤色 所以肤色没有很白的人 你就用这个粉就OK了 用出来效果是很好的 毛哥平的这一款 就是由于我太喜欢他们家的一系列的提亮产品了 粉膏类的产品 所以基本它出了所有的排列组合 出了所有的包装 我其实我全都买过啊 然后呢 它原本是一个黑色包装小方盒 大家用那个就够了 那个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那这个高光粉饼呢 它比较不一样的是 你看它里面有云朵的这个图样 上面的这个云呢 它其实是一个珠光 底下是哑光 你看我的手 可能不是那么的明显 这个上面的这个是珠光 底下是哑光的 毛哥平的这个产品呢 你再用的话 我就会建议你缩小范围 它不像彩糖的那一盘 你放心大胆的去 大面积的粗线条的去刷啊 都是OK的 但是呢 这一盘 由于它的粉的一个呈现力 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所以你要用的精准 换句话说 就这一盘呢 相对来说 会更要求技巧一点 另外一个呢 就它确实是适合肤色 偏白细一点的人去用 一百二百 你用这个都可以 我觉得三百和四百 其实你就不太适合用这一盘了 因为容易看起来 比较突兀不自然 但是呢 它的粉不一样的是 尽管它是一个 哑光的一个提亮粉饼啊 它用在手上之后 它会有一种 非常非常的微妙的 低调的 细致的这种丝断光 这一点是我特别喜欢的 也是我在其他品牌的产品里 确实没有见过的布 然后轮廓的这个产品啊 我们再讲一个提亮 我近期喜欢的呢 是这一盒 Hourglass 它的色号叫做 Iridescent Strobe Light 这一盘呢 是一个暖香槟粉色 和我们东方人的肤色 其实贴合的是更加好一点 而且呢 这个高光粉呢 它也是属于那种 没有颗粒感的 就是特别的细腻 它会让你的妆感 变得很高级的那种粉 丝断光 这个是我可能是在 近一年以来 对于彩妆上面的 一个偏好的改变 所以大家会看到 我今年选进来的 面部的产品 全都是那种 无敌细腻的质地啊 我刚刚露了一个 遮瑕产品 单色遮瑕啊 也是毛隔平的 它叫做 无瑕精准遮瑕膏 我的色号呢 是801 那这个膏体 是属于非常硬 非常干的膏体 专门用来 遮痘和遮斑 如果说你要做 那种单点 一个一个点 去遮瑕的话 你要用这个 这个它的持久力 是非常好的 它就固定在 你遮瑕的那个位置 它不会来回移动 持久性比较好 腮红的部分啊 那接下来 我要推荐的这个腮红呢 非常可惜 它已经停产了 这个是Chanel的15号 叫做Ulker Rose 这个颜色 真的是太好看了 它是一个 带一点点红茶色 又带一点点 那种贵气的裸棕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自己 喜欢的用法呢 我会先用这个颜色 往脸的两侧的 这个方向 去大面积的扫 去做一个打底 然后面中再用浅色 去做一个提亮 和藏刺感 那这个颜色呢 我在线下已经试过了 我觉得和它 最接近的颜色呢 就是Chanel的370 370呢 会比这个颜色 它的红感 会再少一点点 但是出来的妆感 和那种气质的感觉 是非常非常的相似的 所以买不到15号 就去买370就可以了 那这个呢 是一个淡色系 裸色系的 这样子的一个 代表的颜色 再接下来呢 我要推荐的几个 其实都是 非常平价的 韩国的彩妆的品牌 一个呢是Desic 那大家看我视频 还有直播教学的时候 应该对这个产品 非常非常的熟悉了 就是他们家的一个 四色的腮红 那这个四色腮红盘 它出了好几个颜色 我比较喜欢这个品牌的是 它按照冷暖 按照色阶 这个色盘的颜色体系 分得非常的清楚 那这个也是我们 国货彩妆 需要去学习的部分 那所以呢 我也会在 未来我的工作当中 因为我会跟很多品牌 去合作 给他们在研发的 这个部分 做色彩顾问 我也一定会建议 这些品牌们 去运用我们的色彩哲学 中国人的色彩哲学 运用在产品里面 好 这个颜色呢 是01号Warm Blending 那这一盘应该 好多人都已经拥有了 你看一下 四个颜色呢 全都是哑光 非常好 所以说不用担心 写毛孔 我自己的习惯是 我会把底下两个产品 相对来说 稍微偏 裸感 奶茶感 一点点的这个颜色 混合在一起 大面积的扫 然后面部中央呢 再用这两个颜色 混合在一起去扫 或者说你单独用一个颜色 也都是OK的 这个是 很百搭的一盘 好 另外两个呢 是Romant 那其实这两个颜色 它严格来说 它都是属于 膨胀色 偏蜜桃色的这一盘呢 是W03 粉的这一盘呢 是W02 这两个颜色呢 它就有一点点像 DESIC上面的 这两个颜色 它的作用是差不多的 那白皙皮呢 你可以直接把它当做 你的主色去用 那自然皮和自然偏 白皙的人 你还是要先有一个 大面积的一个主色调 然后呢 再加这两个颜色 去做膨胀色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就是我很喜欢的是 腮红呢 我们不要只用一个颜色 这样的话 人会看起来比较平面 我们可以用两个甚至是三个颜色 去混搭 做出一个层次感 这样的话 可能你都可以省略掉 你修容的步骤 直接让你的面部 两颊看起来是立体的 然后呢 妆容也是 比较带有一种 深邃感和精致度在的啊 好的 面部彩妆 我们就推荐到这边 下一期 我再来讲眼部和口红的部分 对 还是别好的 大家 我来说 我们